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回过头来看面粉 这是我们中国的国家 我们台湾的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里面有这个全麦面粉 我们先不谈全麦面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所谓的高筋中筋低筋 这个高筋中筋低筋 事实上就是用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来做区分 但是这是我们的国家标准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因为我也在你这个国家标准里面 我也是坐在会议里面的议员 我们一直要把这个所谓的高筋中筋低筋 把它给拿掉 但是业界都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已经沿用了好久了 大家都习惯这个名称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拿掉 因为全世界只有台湾这样的命名 唯一的 而且它是用这个 不太有道理 不是只是测这个 就我们科学上的角度上面 不是只是测这个粗蛋白质量 就可以了结的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折冲之下 又没有一个很简 因为这个很简单的办法可以去测到 所以我们又没有 我们提出来的办法 业界都觉得太麻烦了 所以还是言诱 所以我们还是一直在想办法 希望能够改变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在这一个面面里面 除了蛋白质以外 它的灰份也是会是指标 这边提醒大家 什么东西烧成灰还存在 矿物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希望 不希望它的矿物质是太高的 那我刚才都提到了 刚才都提到了这个 我们是从小麦粒抹粉下来的 一个小麦粒 大概因为我没有话多 所以我用这样的 一个小麦粒 它的矿物质含量最多的是在它的外围的部分 这个纤维质含量最多的也是外围的部分 越往这个小麦粒中间走的时候 它的淀粉的含量就越来越高 矿物质的含量就越来越低 蛋白质的含量也就越来越低 所以就有所谓的全麦粒出来 这是因为为了阴阳的成分 但是我们过去就喜欢 就是越往中心的 为什么会越白 因为你可以想象到外面的会越黄 里面的越白 所以我们在磨面粉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碰到有外面的东西来 所以磨出来的面粉 说老实话 不再可能变成是很白很白的这个玩意儿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因此里面也有一些脂肪酸的存在 所以脂肪酸我们最怕的就是它的氧化 最怕的就是它的酸度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它的酸度 历尽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达到很小 所以